欢迎回来 这一次咱玩点不一样的 上一次做完小黑塔之后 我发现还有一些问题 这一次我就讲一下 如何用replay mode来改进刷怪塔和电路 从上一期的结尾的timelapse视频可以看到 我当时前影盒满箱被打掉之后 并没有像我想象那样 喷出来一个新的前影盒来补充 然后通过在前影盒本来应该有的位置上 放的墨影珍珠 我判断应该是有一个小黑传送到了这个位置 然后被挤死了 然后因为小黑站在这一格的位置 前影盒又喷不出来了 然后我想的是把底下半砖给换成了树叶 这样的话小黑应该就不会再传送过来了 然后因为电路里面并不能喷出第一个前影盒 我就在这个位置在发射器上加了一个按钮 来喷出第一个前影盒 但是按钮的位置是Bud冲动着活塞的 会导致活塞在前影盒被喷出来之后 立刻活塞推动 把空着的前影盒就给推掉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电路这个位置提高了一个在上面这个位置放这个按钮 同时我又发现后面那些电路直接冲动这个发射器也是有问题的 也会Bud的这个活塞 所以我把这一块又改了改 这样的话这整个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同时我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木质的火板门我老是手会打到它 我去挂机的时候是开着脚本 摁着右键去吃东西的 所以一旦摁着这个火板门的话 小黑就可以传送到这个火板门上 把这个墨盈满给揍死 然后我就想换成铁质的火板门 但是铁质的火板门充能起来太困难了 然后我又放弃了这个想法 还是换成了木质的火板门 但是为了防止小黑过来揍这个墨盈满 我又把这个羊毛毯往外延伸了一格 然后之后这个墨盈满就再也没有被小黑摸到过了 然后我又开始挂机 试验这个前影盒 这个自动装填系统的电路怎么样 这个地方仔细看 你会发现 有一个小黑又传送到了前影盒上面 它就站在这个前影盒上面 然后当前影盒满箱的时候 火塞把前影盒推掉 然后小黑落下来 然后就挡住下一个前影盒喷出 同时小黑的头部卡在这个铁块里面 小黑就窒息而死了 这就是之前那个墨盈珍珠在那个位置的原因 这一点就是完全通过replaymod来发现 然后当时我还是没有完全搞清楚原因 我想再试一次 然后又重复了一下刚才那个步骤 同样还是有小黑挡住了那个位置 让这个前影盒喷不出来 在看了这个replay的录制之后 我确定原因是什么之后 我想的是小黑有可能是 会判断这个树叶是他可以传送的地方 所以我就把树叶全部给换成了玻璃 因为我之前做小黑塔的时候 用玻璃的时候 没有看到小黑传送到玻璃里面的情况 全部换成玻璃之后 我又再一次挂机 然后这一次运气比较好 这个位置可以仔细看 前影盒满箱之后 被打落 然后新的前影盒喷了出来 但是这个情况并不是绝对的 在我第二次前影盒满箱的时候 又有小黑传送到了这个玻璃方块里面 还是站在这个前影盒上面 当满箱的时候 活塞把前影盒打掉 小黑落下来挡住 又不让新的前影盒喷出来了 同时小黑窒息而死 死完之后也没有留下墨影珍珠 没有留下一点犯罪线索 在生存里面玩的话 靠推测的话 很难会想到是小黑的问题 然后这会儿我就想到一个方法 既然小黑喜欢传送到这个位置 把头放在这个玻璃方块里面 那我就把这个玻璃方块 换成一块铁块 让它即使传送过来 也会窒息而死 当然如果它会窒息而死的话 它就不会往这传送了 把这些活把打掉的时候 我发现有小黑站在这个 树叶路的中间 并没有对墨影满产生仇恨 这应该是它位置比较低 看不到墨影满所造成的 所以我又把这个树叶的路抬高了一个 然后把前影盒给放好 再次挂机 在前影盒满箱之后 被活塞推掉 新的前影盒被喷出来 电漏部分算是完全没有问题了 但是通过这几次电路的这个改造 让我发现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每次我都得飞回来 插上火把 让它不刷小黑之后 再回去动我的电路 要不然的话小黑在那中间会非常碍事 并且我的那个喷出 第一个前影箱的那个按钮 也是在小黑的这个 出死的小空间里面的 然后我就有了做开关的想法 然后我就把红石灯 给按上了两个 在保证所有亮度都高于7的情况下 两个红石灯会站着这个 刷怪的面积 站了两格 然后在我的最开始的这个 红石的布线上 我把这个红石线给放到了这个红石灯上 这种情况下 红石灯上面就不能刷怪了 因为有红石线 然后我就牺牲了两格的刷怪面积 对于这种总共就44格刷怪面积的这个刷怪塔来说 牺牲刷怪面积对我来说是没法容忍的 所以我又把它的这个刷怪的空间 给往外饶了三格 然后为了防止漏斗上刷怪 我在乐朵上面加了一个红石灯 其实红石线没必要放在这个红石灯之上 我只需要让红石灯旁边的那个方块变成一个可以被冲农的方块就行了 这样我就把它两个红石灯旁边的这个树药换成了铁块 这样红石灯在灭掉的情况下 红石灯上面表面也是可以刷怪的 因为我离这个之前没有加着三格之前的最近的刷怪距离 是24已经达到了极限 我又用replay mode看了一下这个 我多伸出来这三格能不能刷怪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小黑又在这三格上面刷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位置也是可以刷怪的 所以这三格我就保持不动了 到这个时候这个刷怪塔算是 在这个各个方面都已经设计完毕了 在上一期中我说过Nanbound的这个设计 可能不会符合我的要求 以上包括上一期的那两个改动 就是我对这个刷怪塔的所有改动 其实单纯用replay mode回去 用这个旁观者的模式去看 就可以发现电路中的问题 并且找到解决办法 好那这期视频咱就先说到这 咱们下次再见